我在D磁碟集裡面 它的根目錄建立了一個資料夾 叫做作息卡 作息卡裡面目前只有一個檔案叫做資料 它是一個用Excel建出來的資料檔案 那到底裡面的資料要怎麼打? 我們來看一下 我裡面有三種資料 一個叫編號 一個叫姓名 一個叫性別 請注意 每一種資料 我們一定要給它取一個名稱 這樣子我們之後在合併的時候 才會比較方便 那我的編號就是學生做號 姓名就是學生的名字 性別就是把學生的性別打進去 我有30個學生 我就把30個學生都弄進來 其實依照現在台灣的狀況 大概每個學校都會有數位檔 我們只要簡單的複製貼上 不太需要真的自己一個一個打那麼辛苦 所以我們又可以省下更多的時間 那這樣子 我們就把我們的資料庫製作完成 非常的簡單 再次提醒大家 每一筆資料上面 一定要為它設立一個名稱 再次提醒大家